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天子隐于入水之上,乃发献命,照六师之人祈宇,原有搜水则,原有灵言平露,朔鸟结宇,六师之人必至于矿园,约天子三月舍于矿园,天子大享正宫诸侯王秦七岁之事,于于林之上,乃奏广乐,六师之人祥田于矿园, 得祸无疆,鸟兽绝群 这一段话讲的是,周穆王在入水矿园这两个地方饮酒打猎,并且在矿园住了三个月,以至于把矿园的所有鸟兽都给打绝了 因为,从周穆王和西王母相见后,书中一直没有记载周穆王往哪个方向走,我们也无从得知入水在什么地方 不过,在《穆天子传》的第四卷提到,自西王母之邦,北至于矿园之野,飞鸟之所节其雨,迁游九百里 说明,周穆王打猎的矿园,在西王母之邦,北面一千九百里的地方 一千九百里,换算成现在的里程,就是七百多公里 我们从地图上可以找到,在喀拉库里湖北面七百多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叫巴尔喀什湖 巴尔喀什湖位于哈萨克斯坦东南部的内陆湖,湖面海拔三百四十二米,是世界第四长湖 汉代以来,古代中国西北边境的天然分割线,中国古称宜波海 西汉时期,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设有汉朝政府的行政机构 当时居住在巴尔喀什湖地区的是乌孙、大碗、吴雷等 所以,白姐认为,入水以及后面提到的水泽,很可能就是今天的巴尔喀什湖 巴尔喀什湖北面的西伯利亚平原,很可能就是矿园之野 六师之人,大田九日,乃驻于鱼林之,收皮孝雾,载车受载,天子于是载于摆车 周穆王的大部队驻扎在鱼林,动物毛皮和鸟的羽毛,就装了上摆车 从离开西王母,穆王在矿园之野停留了三个月以上 主要原因是在这里渡过寒冬,等春暖花开时,大军东归 四亥,天子东归六师起,到了四亥日,周穆王终于宣布东归回家 庚子,置于知山,而修仪带六师之人 庚臣,天子东归 周穆王向东走了一天后,在一个山口休息,等待后面的大部队会合 这一等就是一个多月,到了庚臣日,周穆王和大部队一起向东方出发 鬼位,置于雾之山,置之之所处,置,往天子于雾之山,劳用白餐二匹 野马野牛四十,首犬七十,乃献十马四百,牛羊三千 曰,置之天子北游于子之泽,置之之夫献九百于天子 天子赐之狗彩,黄金之鹰二九,备带四十,朱丹三百果,贵江百,乃摩拜而受 周穆王向东走了四天,来到了智智部落 部落首领是女酋长,叫智智 他向周穆王,敬献了两匹白马,野马野牛各四十只,狗七十只 还有可宰杀食用的马四百匹,牛和羊三千只 周穆王回赠给智智的礼物是 御狗,金坛十八只,备带子四十条,珍珠和丹沙各三百代,还有贵江一百 已有,天子南征东环,四丑,置于县水,乃随东征,饮而行,乃随东南 周穆王率大军,一路向东南方向行军,在县水补充了饮用水 四亥,置于瓜炉之山,三州若城,燕之,胡之之所保,天子乃随东征,南绝沙眼 到了四亥日,他们到了瓜炉之山,这里三面环山,这里是燕之和胡之部落的领地 这两个部落显然与周朝并不友好,没有像其他部落一样,向周穆王送礼 周穆王也没有停留,直接向东南赶路 郭普筑,沙眼,水中有沙者,意思就是,这里的河流中有沙子 辛丑,天子可于沙眼,求饮未至 七岁之士曰高奔荣,赐其左参之景,取其倾斜,以引天子 天子美之,乃赐奔荣玉佩一之,奔荣再败其手 天子乃随南征,沿着沙眼向东南走了两天,因为找不到水 手下七岁之士中,一个叫高奔荣的人,用刀刺破自己马车做侧马的脖子,取马鞋给沐王解渴 沐王很高兴,就把身上的玉佩赐给了高奔荣,然后他们继续向南出发 甲晨,至于基山之边,原有曼百,曰仇余之人命怀,献酒于天子 天子赐至黄金之鹰,备代朱丹七十果,命怀乃摩拜而受 以四,朱丹献酒于天子,天子赐至黄金之鹰,备代朱丹七十果,朱丹乃摩拜而受之 基山有一个部落,叫仇余,首领命怀宴请周穆王 周穆王赐给他金坛,备代,珍珠,丹沙各七十件,命怀摩拜而受 还有一个部落,叫朱丹,他们也宴请了周穆王 穆王也赏赐给他们金坛,备代,珍珠,丹沙各七十件 朱丹摩拜而受 从庚子日冬归开始到疑四日,周穆王一行,向东南走了六十六天 这时,已经是夏季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看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请点击订阅荧幕营社 我们下期再见